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罗易奇 Puzzle Survival主持话 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Puzzle Survival开发过程 大家好 我是彭美 三期护育海外发行负责人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出海的经验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见到中国看法者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做了一些跟SRG跟其他玩法融合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有各种各样的 可以看到比如说成建 合并 塔房等等 各种类型 但是把三肖和SRG结合起来的 那三期还是第一家 而且我前两天看那个彭美发朋友圈 也是讲到了你们在上个月 在全球突破了3000万美金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的一款产品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一期就是你们当时怎么想到把一个大家认为比较轻度的这个三肖的玩法跟这个比较重度的SRG玩法来进行结合的呢 因为SRG本身的重度是在中后期 前中期它的发展过程其实是相对枯燥的 我们引入三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枯燥期 三肖本身具有几个特征 首先它足够轻度 这样的话它能带来足够大的用户量进行关注 其次它在轻度的同时它又有足够的刺略性 这样会带来它本身的成长延长 这样的话能解决前期SRG本身的枯燥性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它的市场要足够大 我们是基于这三点的判断最终选择了三肖 其实三肖比较大的市场其实很多的人都知道 但是你们当时三肖跟SRG结合的这个判断 是基于市场比如说市场调研 或者用户反馈做出呢 还是比如说是制作人的一个判断和想法 基本上是基于调研后的判断吧 因为我们此前也有过开发传统SRG的经历 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基于前一个项目进行分析判断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定的突破 对一定的突破 所以我们就进行各种调研 那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 可以遇到会遇到一些挑战吧 因为如果你们是扩圈的通过三肖去吸引这个用户的话 那有些用户意味着他们进入这个游戏之前 可能从来都没有怎么玩过SRG游戏 那你们怎么去引导这些用户的呢 引导这些用户的话 我们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吧 首先的话 之前我也说了嘛 它的成长性是跟SLG的玩法是绑定的 就意味着它如果比较沉浸地玩三肖内容的话 它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SLG内容 我们对联盟这个群体进行很大的优化 就是它在玩三肖 然后转到SLG过程中 会比较轻松地被我们引导到加入联盟群体中 SLG就两大核心嘛 合作与竞争 合作的话主要是跟盟友合作 如果我们将玩家比较轻松地 我们将玩家能引导到联盟群体中 并且乐在其中的话 其实已经解决了很大部分 新度玩家转SLG的困难了 那我能理解就是你们在找机会 先让他们意识到就合作的这一部分 后面才是在一个群体里面 在它的联盟里面去跟别人 其他联盟去竞争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们做这个尝试 可能也冒了一些风险 就是我说三肖和SLG这个结合 那中间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吗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然后以及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 玩家对SLG和对三肖都会有诉求 就是他会要求你在维护SLG内容的时候 也要维护三肖内容 但是SLG本身在中后期就已经是一个很重度的玩法 如果我们在后期也加入很重度的三肖玩法的话 这会使整个游戏很臃肿 所以我们有尝试过平衡两种玩法的那个战品 但是始终还是有玩家是不满的 我们当前也没有解决说 自己解决这个困局 只是尽可能的去优化这方面 应该还是不错 现在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确实会 可能是任何的玩法融合的游戏都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有的用户是喜欢玩三肖的玩法 有的是更喜欢SLG的玩法 对吧 因为我所在的Google Play团队 可以看到你们游戏的一些数据 我可以看到就是你们在付费率这个 这一项上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那想问一下 在这方面你们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然后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把这个付费率提的比较高 因为当付费率提高之后 你们的这个长线留存 其实就更有保障了 因为我们游戏前中期还是偏三肖为主 而且这个三肖不是单纯的那个解决类三肖 它本身具有一定成长性的 所以它的模型应该是更像卡牌RPG 卡牌RPG的那个付费率 本来就是比SLG高一点的 所以这两子相结合 就可能会产生当前这样的效果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Puddle on Survival之前 是有一款三肖加SRG结合的这个产品的 实际上已经验证了一些模型和数据 但是用户的获取成本比较高 后面就是你们选了这个僵尸这个题材 来更好的吸引用户 你们是怎么确认这个题材的 然后采取了哪些方法 因为僵尸题材在市场上 就是在Puddle on Survival出来之前 已经有多款SRG游戏在使用了 所以你们是怎么确认这个题材的 或者为什么选择 就像Leo人说的 就是在这个游戏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数据模型 确实是遇到一个 就是比较难阔用户 而且用户成为比较大的一个控制 插一下那个 那个是一个西方魔幻的 对 西方魔幻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 我们觉得在这个一个基础上 它肯定是可以去 我们想要做这个产品的一个目的 本来就是要想把这个模型给放大 所以的话我们就盯住了 大题材这个赛道 因为你只有大题材下面 用户量足够大 你的增长空间 或者是说你的产品高度才足够大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是这个题材 也就算是这个题材 其实确实也像Leo人所说的 就是这个题材下面的话 其实前面有很多的产品在上面了 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们也为我们验证了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题材 它下面的一个用户群体 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的话它跟SLG的一个用户 这个玩法的一个融合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比较契合的 所以的话 虽然说这个大题材肯定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但是我们认为说 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销的玩法的融合 它其实是一个创新的玩法 它肯定能吸引非常大的一个用户 另外的话 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自己的一个发行团队 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比较普世性的一个题材竞争 这么大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很有胜算的 OK 所以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已经被验证好的数据模型 加上一个创新的玩法 即使是相对来说 比较竞争激烈的一个赛道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赛道 本身正证明了这个题材和SRG的 就是完美的结合 对吧 所以打算还是决定迎难而上 对 不过确实就是我之前有跟 这个行业内的从业者聊过 就是僵尸这个题材 还真的是有相当的 这个全球的普遍性 那我们也聊聊这个题材和创意 我知道你们就是塞里尼所在的带领的这个团队 这个发行中心有200多人的这个素材的团队 那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就是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素材的创意呢 它这个创意的产生呢 是来自于发行团队呢 还是研发团队呢 还是共同的一起 这个头脑风暴的结果呢 对 就在创意方面是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创意团队 在发行这边 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个人 他其实都可以供应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创意的点子 然后比如说投放啊 市场啊 或者运营啊 或者是美术啊 他们自己有一些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然后我们的团队觉得这个点 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创意团队呢 就会把它的这个想法呢 进行一些丰富 变成一个比较创意的一个脚本去实施 同时呢 其实谷歌市场这边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创意模型扩展的一个帮助 这个创意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发行这边 然后研发团队这边的话 会比较专心的去做游戏内的一些设定 当然了研发这边有时候 他也会想到说 哎我这个有一个玩法 那对于市场上面有没有帮助 那我们也会去帮他实现这个 这个创意点子去做市场的一些投放 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些创意 比较好的一个点子 我们也会防补给研发 然后因为东西肯定是要一致性的嘛 所以的话就会防补到游戏里面 去做一些玩法的一些加入 所以的话在有在创意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研发跟发行 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可能前段时间 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整个新手的 一个流程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其实它的一个剧情像 包括它的一个在 它是一个人去解救它的女朋友 这个剧情其实是在此之前 在广告创意上面 它是跑得非常好的 而且它在闯关的过程 用解谜的方式去 三销解谜的方式去通过 一关关的去闯关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新手流程 是我们从先有创意的层面 然后再到游戏里面防补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OK 好 所以就是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你们早期的流程 对 它的流程 整个流程确实是上次改变的话 其实提升了大概应该有十个点左右吧 十个点左右 OK 非常厉害 好 那非常感谢两位的时间 感谢你们的精彩的分享 然后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部分的访谈就到此为止 好 那接下来呢 有请Tiff Cloy 陶耶为大家分享 拥抱多元化玩家 深度拓展海外市场